终于来到了我心心念念的贵州 第一站黄果树瀑布 先去看天心桥 原因是我中午到的 听说天心桥景区挺好看的 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决定分两天由黄果树瀑布 因为它的门票是三天有效 天心桥景区分为上半段和下半段 上半段有一个鼠声石 就是跟着地上的日期走 找到自己的生日 上半段的感觉就是水和怪石相互交错 随处可见藤蔓缠绕 这是八六板西游记高老庄的取景地 现在是一个商店 这里是卡斯特地帽 溶洞瀑布随处可见 这个水声告诉我 我离瀑布越来越近了 这就是天心桥景区最著名的 一面坠潭瀑布 差不多有十米高 像个漏斗一样 因为很像千万条银链坠入熔潭 所以被叫做银链坠潭瀑布 景区内有很多卖当地水果的 这种火生果没有吃过买了尝尝 老阿姨说要加点蜂蜜 还要用吸管吸 我想尝尝原味 试吃之后的结果是 觉得他像一只易容的老黄瓜 第二天一大早就直奔主题 去看黄果树主瀑布 还背了雨衣雨鞋 以防全身湿透 果然挺壮观 隔着几百米就能感到水气蒙蒙 前两天因为下了暴雨 水量太大 原方为了安全起见 关闭了水帘洞 不用排水帘洞的长队 很快就到了下一个景点 陡坡塘瀑布 这个瀑布最为人知的 莫过于它是八六板西游记的取景地 就是你挑着弹 我牵着马 师徒四人从这瀑布上走过 陡坡塘瀑布也是黄果树瀑布群中 瀑顶最宽的一个